荷兰駐台机构荷兰贸易企投资办事处 投资办事处改名为荷兰在台办事处 在台湾,外交部长吴超线接见荷兰駐台代表纪维德 获召回荷兰贸易企投资办事处改名为荷兰在台办事处 反映双方关系全面发展的现况 吴超线对新名、新明清表示欢迎 认为彰显双方关系密切友好 期待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 纪维德并致政从荷兰空运来台较屈金香 感谢台湾今个月初对荷兰还赠口罩的善举 去年台河双边贸易额按年增加四成一 荷兰是台湾的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重要的半导体产业伙伴